十多年前,廣州的同學經常開玩笑話 今晚不回宿舍睡,去威斯廳住一晚 如今事過境遷,是酒店開業十五年後的今日 我終於有機會來打卡這間酒店 廣州海航威斯廳誕生於廣州酒店發展時的2.0時代 2004年,廣州獲得2010年亞運會的舉辦權 同年亦啟用了全新的廣州白雲機場 由此,廣州酒店就開始了全新的發展篇章 不同於二百天樂賓館、中國大酒店等各派酒店為主的1.0時代 2.0時代則以國際連鎖五星為主要發展力量 廣州海航威斯廳位於廣州中軸線的起點 比倫中信廣場和廣州東站 潮南客房更可遙望珠江新城CPD美景 在當年地理位置可謂得天獨厚 如今與酒店一階之隔的環磨廣場封訂後 酒店的景觀亦受到巨大影響 在客房內欣賞珠江新城繁華夜景 亦已成為歷史 但與此同時 酒店的價格亦降到了谷底 日常基礎房價只需580元 開業時高達1000元每晚 酒店的外形建築為商塔設計 頂部對接 中部形成獨特的通風浪 酒店的室外泳池就位於商塔之間超高的拱門之下 非常之有氣勢 酒店一樓兼具迎賓大堂和前桌的功能 這是同時期大部份酒店的設計思維 室內設計的配飾、構造、用料等 都是那個年代特別經典的案例 這次入住的是行政專優客房 拖內面積大約69方 整體復古典雅 屬於老酒店特幼的審美 一萬元一把的Hermann Müller 人體工學儀 力久微生 十幾年依然另立立的胃育五金 都觸見當年的奢華程度 如今很多新開業的車牌酒店都未必如此用心 酒店除了前面提到的室外泳池 還有一個面積更精巧的室內泳池 平時人超級多 畢竟這有446間客房和套房的超大型酒店中合體 常言到酒店住身不住舊 但如今很多新開業的酒店往往效率至上 失去了老酒店當年的精益求精 誠意奉獻的精神 今期粵語探店系列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可以點贊關注和收藏 這個是我堅持下去的最大動力 多謝 我是Pyke 我們下個酒店見